台灣Can Help 這個是這幾年來包括疫情爆發 台灣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個成員 我們國際有難 台灣應該伸出援手 那這一次我們大家看到 因為這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導致很多的這種大家不願意看到的畫面 在電視上我們都看到了 那戰爭所帶來這種殘酷 這種流血造成很多人家破人亡 我們目前募資已經達到1000萬 我們希望能夠對烏克蘭難民伸出援手 那烏克蘭難民現在大量的跑到波蘭這個地方 所以這兩天我們跟外交部部長 都有充分的在做聯絡溝通 透過台灣的人道救援組織 結合波蘭的人道救援組織一起 對於這些難民 我們可以做國際人道的救援跟關懷 國際有難 我們台灣伸出援手 那台灣有難 國際就會對我們伸出援手 我想這是一個善的循環 透過這個活動來抛戰與意 希望國人多多對於這些國際救援 我們能夠有一些的協助跟幫忙 就像在疫情期間台灣捐口罩給國際 那國際社會也都捐疫苗給我們 這個就是一個善的循環 這就是一個好的互動 台灣可以做得到 我們希望我們都可以來幫幫忙這些難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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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很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